据美国媒体统计,当地时间11月16号,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中,共和党获得了跨过众议院多数门槛的218个席位,在四年之后重掌国会众议院。此前,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50席,锁定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,美国国会将再度陷入两院分裂的局面。 对此,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,这一结果恰恰反映了美国深度撕裂的现实。 而在此次选举中,美国前任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进行了深度介入。在袁征看来,这是特朗普为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所做的铺垫。 作为一个前任总统,他的曝光率居然在这个时候能超过现任的总统,在这次中期选举可能显得很突兀。 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影响力,另一方面来讲的话,就是他扶植了一批他的人,实际上来讲的话,是试图想把中期选举作为他2024年大选的一个铺垫。 特朗普虽然说在这个选举受到挫折,但是问题是他的那个全国的那个基本盘,有没有实质性的变化,我们现在并不清楚。只要那个基本盘不变,他还是有竞争力的。 此前,拜登发表声明称,准备好与众议院共和党人合作,不能让未来陷入政治争斗。 袁征指出,在共和党掌控下的众议院,未来或将对拜登政府形成彻肘,特别是在财政、气候变化政策、乌克兰危机等方面影响较大。 拜登施政起来就更加困难,扯皮的现象很明显,会加剧,尤其涉及到拨款的问题,总统是决定不了的,他必须要进入国会。 比如说如果预算达不成一致的话,再次出现美国政府临时关门的这个情况。 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军事援助还会继续,美国不会贸然停下来,但是问题是会遇到更大的阻力,拜登也会更激怠国会共和党方面的这种反应。 欺骗的问题,这是拜登政府非常强调的,由于共和党上位的话,他能做的,将来和使用的资源会受到这个牵制。